BNT幼儿疫苗日前已经通过了 食药署紧急使用授权 可以适用在6个月到4岁的幼儿 一共要打3剂 分别间隔至少是3周还有8周的时间 不过我国的ACIP小组 在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就建议了 其实呢 第一剂到第二剂可以间隔至少4周 而第二剂到第三剂呢 则是维持至少8周的时间 而至于BNT幼儿疫苗的采购进度 指挥中心表示 测试品会在这两天抵台 可以先进行测验来检验 那么他们也曾经询问过厂商出货的时辰 但是还没有答案 会继续的来催促 询问度超高的BNT幼儿疫苗 虽然还没送到台湾 但日前已经通过食药署的紧急使用授权 可适用在6个月到4岁的幼儿 需打满3剂 分别要间隔至少3周和8周以上 不过ACIP小组在8号下午开会讨论 则建议第一剂到第二剂可间隔4周 第二剂到第三剂则维持间隔 至少8周 只要什么访单上面写的 那都是效益 最重要是第一剂跟第二剂要赶快接商来打 过去大家建议的四周到8周 就直接改成四周以上 我讲故作用的产生很有限 几乎可能缩软不缩软 可能差不了多少 而不少家长很关心BNT幼儿疫苗的采购进度 指挥中心表示 预计会采购190万剂 曾经询问过厂商的出货时程 但还没答案 会继续催促厂商 至于疫苗测试品 这两天就会抵台 但不少爸妈犹豫 是否要继续等BNT幼儿疫苗到货 还是干脆先打莫德纳 比较两个厂牌的幼儿疫苗 莫德纳只要打两剂 而且已经到货开打 它的mRNA剂量较高 抗体也较高 但产生副作用的几率会高一些 至于上位到货的BNT 剂量跟抗体相对低 副作用几率也会比较低 每天还有两三万个人 建议还是赶快打比较重要 想要快速达到有效的抗体 那么应该要选择莫德纳疫苗 两种疫苗各有优缺点 要怎么挑选 也得评估孩子的接触风险 谢谢这么多